大家好,欢迎来到Package Bransan Economy 2020 2.0 就是我们的Wage Subsidy Program 2.0 4月9号就是今天刚刚开始发布 然后到底这个东西要怎么去填啦 到底你要注意的事项是什么啦 我们今天都一一会跟大家揭晓 那在我进去这个课题之前 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有什么改变 就是跟我们之前第一个影片做的有什么改变 那改变意就是好消息 现在只要你的员工是少过75位的 你可以直接申请 是没有任何特别的条款的 表示说之前我们必须要确保我们的Sales要Drop 50% 如果你的员工是75位以下的话 是不需要任何的对比50% 然后重点是一个员工会拿1200块 如果你的员工是76到200的话呢 那就是800块 如果是201或以上的就是600块一个人 第二 已经没有所谓的微中小型企业的定义 因为之前本来有的现在已经没有了 都以人数来定断 第三 这个规模的定义哦 所谓的75个人啦 76到200个人啦 200个人以上啦 那个规模是依据总数 工人的总数来计算 全体员工会包括外劳跟外籍人士 所以你们在算这个过程中 来看你的规模到底是大还是小的话 就要把他们也算在里面 外劳跟外籍人士 那当然如果你claim的时候 就只有本地人可以claim啦 第四 雇主跟员工都必须有注册 或者是有给所收的 然后如果你是一个新的 刚创业的朋友呢 我就很抱歉的跟你说 你们claim不到这个东西啦 因为这个东西是给予 1月1号2020年之前已经注册了的公司 然后已经营业了的公司 才可以apply这个wage subsidy program 第五的好消息就是 之前他们只讲到SSM 没有讲到MIA啦 没有讲到BAR Council啦 到底能不能申请 那现在都公开给大家去申请啦 好 回来这个网站 莫名的兴奋感 所以我们首先 先按这个本末和南 然后你要注意哦 然后有一个新的一个点 看到没有 他讲的是Permohonan Bulan Pertama 就是你第一个月 这样在我们之前那个FAQ 新的FAQ出来的时候 就很多人有问我说 阿松是不是可以扣薪水啊 因为在那个guide line里面 只讲到员工啊 只讲到员工必须要保留他的工作 并没有讲到不可以扣薪水 那你们如果可以注意到这一边的话 你看到吗 这个Sharad Klayakan 他就有讲到 第一个点是4000块以下 第二Sales drop 50% 不过如果你的员工少过75位的话 其实是不需要担心 第三雇主不可以看到吗 Memboang Pertager 你不可以裁员 或者是逼他们拿unpaid leave 给你现在所apply的三个月 还有接下来的三个月 最后一个是 最后一个是Majigan 雇主不可以逼员工扣薪水 这四个点还是存在的 那现在我们就来跟你们 勾出一下这个Bendav Taran 要怎么填 有什么资料要填的 Bendav Taran 大致上你们知道啦 公司的注册号码啦 然后公司的银行账户的号码啦 你是什么银行啦 然后你的公司的名字啦 这个跟之前的是很像的 就是你的industry 你的activity 这些都跟之前的 那个1.0的版本是一样的 你的地址咯 然后过后你是什么周数咯 你的postcode咯 电话号码咯 这些你自己懂 自己懂啦 这些我就不讲了 有一个小小的改变呢 就是这个Zoomla Pertager 7 他就问你 你有多少个员工 那举个例子 我有十个员工的话 那第二个问题 他就会问你 你这十个员工 到底有多少个员工 是薪水超过四千零一的呢 可能两个啦 你有多少个外劳呢 可能两个啦 这样你就十减二减二 你就会有一个六在这边 所以你要claim的就是六个人啦 所以你们要自己去 考虑一下 那个calculation 很简单的数学而已 然后接下来就是 把你的email给打上 这个我随便打一个啦 给打上 然后呢就是什么原因 通常都是PKP的啦 那我们就会来到这个部分 supporting document 现在有多了一个column 就是给你upload那一个sales document 还有你的sales report的 不过这个只给予 你看到吗 只给予76个员工 或以上的人才必须要upload罢了 如果你没有的话 你没有76个员工的话 你不需要做这个步骤 你只需要做这五个步骤就可以了 然后这五个步骤 三个步骤 他都给你了的啦 都是在这边 你看到吗 迪西尼 这个是迪西尼 这个迪西尼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 第一个他要的就是 account pen istiharan psu50 就是我们的声明书 那先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声明书 跟之前的有小小的改变 尤其是这个二的部分 第一个point就是 你的sales有drop 50% 是针对76个员工 或以上的 2.2就有提到 你必须要继续给他们的薪水 尤其是这个三个月的period 然后重点就是 接下来的三个月 你都要保留他们的薪水 2.3如果有什么改变的话 你必须要update那个information 如果你没有update的话 他们是有权利charge你的 2.4就是 你的你本身啦 还有你的员工啦 都有注册在 sokso里面 2.5呢就有讲到 你不可以拿这一笔款项 给任何的外劳啊 2.6就讲到 如果他需要资料 他会跟你拿 那这个呢 跟之前的有一点不一样 因为他给你的是 pdf format 而不是一个word file 不过不用担心 我一个好消息跟你说 就是我已经做好 这个word file给你了 你只要在我们的 description 下面 download就可以了 OK 回来 这一个第二个point啦 第二个point是 这个 Excel 这个Excel 已经不陌生啦 当然第一个部分 你就要把你的 code magican写上咯 OK 然后你的这个 公司的名字给写上咯 alright 然后你就有 tutan1234咯 这样我是相信 你肯定是 tutan1啦 第一次嘛 对不对 然后你就会填上 你的员工的名字啦 OK 他的IC number啦 这些跟之前的 是一样的啊 所以我会很快的带过 不会浪费太多的时间 OK 洗杯够了 OK Jantina这边 他现在是可以选 那个dropbox 是男的还是女 然后pangkat 他是 senior level 还是pengurus level 这个你可以写咯 职位也可以写咯 啊 pendidikan这一个 可能我跟你讲一下啦 有些人讲 哎 什么是sajana sajana muda的意思就是bachelor of degree 咯 sajana就是master phd就是phd啦 OK 所以这个你们到时候可以自己选 OK 然后接下来就是电话号码咯 OK 然后就是员工的email啦 OK 还有呢 就是他的gaji什么是 他的薪水 那薪水的定义是什么 OK 薪水的定义是什么 我之前有跟大家分享咯 在那个sockso的act里面嘛 对不对 然后现在他们也有在他的FAQ里面有讲到啦 你如果看到FAQ20的话 他就有讲到 呃gaji的定义是包括所有的 bombayaran buntuang OK monetary 你给他现金的 OK 那一种款项都算是他的gaji 包括ot啦 包括他的gross salary啦 包括commission啦 这些都是gaji的定义 所以你必须要把全部加起来 放在里面 OK 把我的薪水给填上 就完成了 这个excel真的是太简单了 对不对 第二次你要回来 下个月你回来 你要再申请的时候 这样有什么改变呢 那这个可能就会变成2咯 你的新的员工可能就会变成1啦 所以你们到时候注意就可以了 OK Excel又做完了啦 OK 然后第三样就是你的SSM的document咯 好像Sendran behind你的form 9啦 这些你们知道啦 我不再重复了 那第四 这个ID本额拿来 这个搞到人家 一头污水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他现在给了你一个standard letter OK 所以这个standard letter呢 基本上就是跟你讲 OK 你出一个letterhead 你给我知道你的business registration number是什么 跟你的bank核对到就可以了啦 收工 就这样 所以这个letterhead 等下我也会给你们 我也是帮你们做了一个word file 所以你们不需要打出来 你们直接拿那个word来改就可以了 OK 第五就是bank的bank statement啦 那我们来看一下那两个word file长什么样子啊 OK 那一个word file我已经改好了啊 我已经做好了这一个 highlight的地方给你去改 好像举个例子 OK what is your name to change your name OK 你只要把你的名字给打上 OK 星星是要给你们知道 有有有特别地方要改的 然后to change your IC number咯 可以就写你的IC number咯 alright 然后你的公司的地址啦 你也可以把你的公司地址给填上 OK 这一边呢 你就要选到底你是马基干 还是 Wakil马基干 马基干就是你是那个老板啦 Wakil马基干的意思就是 你是那个代理人 OK所以如果说我是Wakil马基干 这样我就把我的公司名字给填上咯 你可以大字母也可以小字母的 所以你们自己去填 OK quad马基干也填上啦 给这个 OK 所以这个部分就完成了 OK 然后里面的资料我就不再跟你重复了 我们直接拉下去下面就好了 OK account pengistiharan psu deboot oletsiapper OK 你就可能写你自己的名字咯 那你可能写你到底是谁啊 OK 我可能是 Bernarusi OK ANC group OK Done OK 几号 今天是9号 我就放9号咯 然后就把它打印出来 给你的老板签名也好 给你自己签名也好 然后 刷了那个公司的刷过后 就可以 scan成pdf 然后就可以准备上载了 OK 另外一个 Letter呢 就是该我们所讲的要证明给 Soxo 知道你的 Bank 你自己签名 跟你的 那一个 那一个 计划 是可以 match到的 OK 这个是那个 Letter 那这个Letter Kid 你们可以自己改啦 当然如果你有自己的Letterhead 你就用回你自己的Letterhead啦 你就不用特地去改啦 我是这样子讲啦 OK 所以你就把那个Letterhead 改去你的资料 你如果有自己的Letterhead 你可以自己用自己的Letterhead 或者是 你有Hard Copy Letterhead 你要Print也是可以的 OK OK 这边的资料大致上是没有什么东西咯 改的就是这个 GoodChange Business Regulation Number 这个Box啊 那你要做的就是把你的 公司注册的时候 尤其是你们注册银行的那一个资料 给填上 OK 所以你就把这个Business Regulation 放上就可以了 OK 然后下面呢 你就要改你的名字啦 当然这个可以是你的老板 可以是Pengara 可以是Director 或者是 打理 或者是授权打理的那一个人啊 还有电话号码啊 OK 还有那个email address OK 这个就完成了 你的Letter又完成了 Excel又完成了 那最后一个步骤就是非常简单 就是要上载了 上载的工作也太简单啦 你就Choose File 然后你就去Upload这一个 OK 我刚才已经Save了啦 你也可以学我这样子 你看12345 这样你就不会Miss掉咯 然后你放1 然后蓝培兰刚才那个Excel file 你就放2 SSM的Document我也做好了 那时候我已经做好了 就放3 OK 你有你的 刚才我们所做的那个BIN的那个 letter 你就放4 OK 你有Bank statement OK 那就放5 然后做好了你就Hanta就可以啦 OK Hanta了过后呢 你就会来到这一面 他跟你讲 Please proceed to declaration OK 当然同样的规则也写在这一边啦 然后他会给你一个Summary Boo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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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gical 到底你刚才说我添的东西 有没有对啊 有没有错啊 所以你在这边Double check一下啦 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呢 就是下面这个部分 他就有跟你讲到 Summary Document啦 第三就是Declaration Magical 他跟你讲 第一个是 你必须要确保你所有做的东西是对的 是正确的 第二就是你要确保你的Sales跌50% OK 因为如果你的员工人数少过75位的话 你其实是不需要做这个Dick的 我觉得啦 OK 第三是 我明白如果我给假的Info的话 会被裁决 第四就是 我要给的薪水 是跟我还没有拿到PSU之前的那个薪水是一样的 第五就是我要确保 我们雇主不会 裁员啦 不会逼他们拿无薪价啦 也不可以乱乱扣他们的薪水 这个是你必须要做的Declaration 那当然第二是我遇到的问题 因为 如果我是少过75位的话 我是不需要做这个步骤 不过当我不Dick的话 他不给我Proceed 所以 没有办法之下我只好Dick了 然后我按Hunter Hunter了过后呢 你就会 来到这一面 这一面会给你你的Reference Number 那你记得把你的Reference Number 给抄下来哦 因为这个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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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重要 所以你到时候Float Payment也好 到时候你Float Application也好 都要靠这个Reference Number的 当你们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 同步这个Wage Subsidy Program的常问问题 也会同一个时间发布在我们的Facebook Page那边 你们可以去参考 那事先声明 宋老师不是一个社会保险的官员 所有所讨论的这一些问题 都是以我个人的解说 跟个人的了解去跟大家分享的 还总共有30多题的FAQ 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此为止了 那我这里祝大家顺顺利利 希望能帮到你们 也祝福你们顺利的登录并申请成功 那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啦 拜拜 1010岁啦 级一 刚刚刚üt显了 1010岁吧 1010岁的